这真令人难以置信,美国近期的行动令人惊愕,不知有多少人已经开始质疑其理智。这样的案例数不胜数,而我只列举两个与美国对待俄罗斯和中国的相关势力。 首先看看美国对待俄罗斯的态度,无需详述其一连串令人头疼的制裁政策,或者是对北溪天然气管道的破坏行动。我们仅看一个看似普通的例子。 近期的报道显示,美国试图诱导俄罗斯的外交官,甚至包括俄罗斯驻美大使,转变立场。 然而,美国的企图未能如愿,而俄罗斯对此也表达出强烈的不满。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尽管显得不光彩,但至少还能算作是正常的国际交锋。 但令人无法接受的是,当俄罗斯驻美外交官拒绝转变立场后,美国却要求他们在规定时间内离境。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如果外交官不愿成为美国的间谍,就被驱逐,这样的做法实在令人哑口无言。 如果不是缺乏理智,又怎能做出如此之事呢?实在是令人难以理解。 对美国的态度,中国的情况尤其独特。 众所周知,美国在前一段时间长期与中国进行了积极沟通,最终才成功促成了去年11月中美援守在印尼巴厘岛的会晤。 双方高层进行了几个月的密切交流,然而今年2月,美国突然击落了中国的一枚民用气球,之后两国的关系陷入了几个月的冷却期。 美国在此期间,再次向中国表达了愿意继续沟通的意愿,这使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终获得了访华的机会。 然而,访华之后,美国仍然持续对中国采取了一些对抗行为,并发表了一些过激的言论。 布林肯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双方的分歧并非秘密,美方将一如既往捍卫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 即使这意味着继续做出中国不满意的行为和发表中国不喜欢的言论。 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布林肯的言论刚刚落下,美国便真的做出了中国非常反感的事情, 美国政府有关部门决定向中国的台湾地区出售价值约4.4亿美元的军事装备。 大家能看出美国对中国有丝毫的尊重吗? 显然没有。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 美方正在将台湾塑造成一个火药桶,但要酷,这并非他们所宣称的保护台湾,捍卫台湾,反而是在危害台湾,破坏台湾。 尽管现状如此,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仍坚决计划于7月初访华。 他的目的不言而喻,期望中国增加对美国国债的购买。 显然,美方希望中国以自身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 然而,美国在请求中国的援助时,却屡次羞辱中国,这实在令人困惑。 让我们回顾一下2021年3月18日在阿拉斯加的中美高层战略对话。 当时,中国的杨洁篪指责美国不遵守基本外交礼节,公开说,你们没有资格以实力地位对中国说话,他之所以如此愤怒,是因为中国是以诚意和美国对话,而美国却开场就对中国进行了严厉指责,并表达了他们对中国的不喜欢和道德上的鄙视。 尽管如此,美国还希望中国能帮忙解决一些问题,这让人费解。 看看美国人的言论,有三大问题显现。 首先,这种不礼貌的措辞不应出现在外交场合,因为外交需要基本的互相尊重。 然而,美国人似乎忽视了这一点。 其次,美国人一开始就公开攻击中国,声称不喜欢中国,道德上侮辱中国,甚至声称他们会竭力遏制中国的发展。 一般来说,即使有此意图,也应该保持低调,而非公然宣扬。 最后,他们在发表了上述言论后,又毫无缘由地向中国提出请求,询问中国是否愿意提供帮助。 这种行为真的让人质疑他们的思维方式。 这样的事件居然发生在美国高级官员的战略对话中,这种言行足以显示,美国政府的领导者们可能已经失去理智。 因此,我们需要思考,如何与这样一个失去理智的美国相处,或者说如何应对这样的美国。 实际上,如果我们还对美国怀有期待,那就是我们的错误了。 我们不能再把美国视为一个正常的国家,他的行为已经完全乱了套,和拜登的情况大致相同。 在面对这样失控的美国时,我认为中国只需要做好三件事。 一、适度回应,主要以揭露事实为主,在过去的两任美国政府中,其公信力和形象受到了严重质疑。 以特朗普政府为例,其行为一度被诟病为缺乏诚实和公正,其中以前国务卿蓬佩奥的行为为代表。 蓬佩奥曾在2019年4月15日在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的一次演讲中直言,我们撒谎,我们欺骗,我们偷窃。 这种令人震惊的言论难道是一个正常人应该发表的吗? 然而,他却是美国政府的重要一员。 拜登政府虽然与特朗普政府有所不同,但其坚定的立场和不可动摇的信念,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种厚颜无耻的特征。 从美国前国务卿布林肯的一些表态,以及美国政府其他官员的言行,我们都能够看出这一点。 面对如此的美国,中国应该如何行动? 答案是,揭示真相并对其进行必要的批评。 揭示真相的目的是让全球更清楚地看到美国的真实面目,而对其进行批评的目的是让全球更清楚地认识到美国强势的表面背后可能存在的虚弱。 既然美国最害怕与中国正面冲突,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坚定立场,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坚决反击? 面对美国无视公正和尊严的行为,对中国进行无理的羞辱和打压,中国的反制策略就是毫不畏惧地亮出自己的立场,并在全世界面前展示出其真正的面目。 二、坚决反击,实时并宣扬,我们过去对美国的反制可能未做足公关宣传,常有受害者的心态。 然而,我们不应有受害者心态,而应有李友杰的反击,毫不避讳的反击。 因为你对我也是挑衅,我只是回应。 过去,我们可能未足够明确地表达对美国的反制。 未来,我们应在实施反制的同时,积极宣扬以展示我们的决心,让美国和全球都明白,中国对美国已经不需要保留。 三、专注自身事务,联合更多国家共同发展。 对中国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专注自身发展,这是核心。 中国有发展的条件,而美国现在已经失去了这种优势,所以我们要抓住机会,加快发展,努力向前。 中国需要积极推动与更多国家的联合,得到更广泛的国际认同。 与此同时,中国的合作伙伴越来越多,合作的深度也在不断加深,这使得美国对中国的围堵和压制行动渐行渐远。 诚然,现在的美国既缺乏直接对中国进行对抗的勇气,又试图联合其盟友共同对中国施压。 中国需要的是积极发展与美国非盟友国家的关系,同时也要加强与美国盟友的合作。 此外,中国需要对一些极度反华的国家采取必要的措施,把他们作为反面的例证,向世界展示那些与美国结盟的可能后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国家会认识到这一点。 中国只需做好这三件事,就可以在与美国进行友好交流的同时,也能毫不退缩地对美国展现自己的力量。 这是一种政治智慧,我们可以在适当的时候与美国进行会晤,但同时我们也必须坚守我们的立场,无需过分考虑美国的感受。 只要我们坚持这些,时间就在我们这边,最后衰落和崩溃的必将是试图压制我们的美国。